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想延续上一场次康明杰老师讲到 就是整个在都市对话跟地震界 在整个都市计划审查的一些 我个人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现象其中一个就是 在整个计划跟采取开发手段 这两件事情 我们通常在计划一开始的时候 这两件事情就同时被决定下来了 我都市规划都市计划是什么 我同时也决定了我要用什么样的开发手段来做 那通常我们一般的想象应该是 我们的都市计划做好之后 要用什么样的开发手段 我们再来讨论嘛 但是我们通常在一开始就决定了 所以我们很多的案件都是 在区段征收的前提之下 来顶应这个都市计划 那这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 在都市规划的时候 我不得不先预先想我后面这个开发计划 跟我的都市计划要怎么样绑在一起 所以他在前半段都市规划審议的时候呢 我就先找都市这个土地征收審议小组 来预先判断到底区段征收符不符合公益性跟必要性 这时候其实还没有做出具有公益性跟必要性的结论 他只是预审 所以他告诉你说 我估不认为这个案子有公益性跟必要性 但是问题又卡在 这个必要性的想象 法律人的解读 规划界的解读 地政界的解读 对于这个必要的解释完全不一样 对我们法律人来说 这个必要就是行政程序法第七条比例原整 到底你现在采取的开发手段 是不是对于人民最小的侵害 这时候应该就要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告诉我们说 在区段征收的这样的开发方式里面 其实有存在着不同的开发手段的想像 让未来这个都市计划可以实践下来 这也是刚刚康明杰老师一直提到的 我们在一个案子都市计划的落实里面 不一定要用区段征收 全区区段征收这样的开发方式 就能够让这个地方 能够未来有都市计划的发展 但是我们在前面的这个都市计划 审议的过程中 透过土征小组预先判断 就告诉大家说 采取区段征收具有公益性跟必要性 这时候都市计划审完了 后面又迸出一个土地征收审议小组 来告诉你说 我要严格来审 土地的区段征收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请问 整个计划都是依照区段征收的逻辑 设计规划下来了 这个时候的土地征收审议小组 它有可能去翻盘前面所有的规划吗 不可能 所以 在后面的这个前提之下 怎么办 没过也不用抓过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到后面的时候要来说 它不具有公益性跟必要性的时候 已经都来不及了 因为它前面已经预审了所谓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但是这公益性跟必要性 我们来看几个案子 像在社子岛里面 我们曾经在一个公开的节目里面 有民意代表 直接在公开节目里面告诉我们说 如果社子岛不用区段征收来作为开发手段的话 我们怎么解决 第一个 刚凯伦律师讲的 财务自长的问题 财务自长 上一场的老师都批评过了 财务自长可以作为区段 区增手段的公益性的理由吗 第二个 他提到说 如果不用区段征收 我们怎么处理这个地方产权复杂的问题 大家就会觉得更荒谬 区段征收的存在是为了要解决产权复杂这个问题吗 但是在很多的地方 不管是团圆航空城 设置岛 甚至是在公道3 或者是现在变更足弓镇的这个设定计划区 所有的理由都是因为这里的产权复杂 所以我们要采取区段征收的方式来作为开发手段 我们的开发手段有非常多元 处理产权争议的方式不止只有区段征收 但是我们这一套 我们从前面都市规划就奠定在区段征收的方式下进行规划 导致于从头到尾都要为了区段征收 以及这个都市计划背书的一个整个土地征收 跟都市计划的这个审议过程 我个人觉得这个计划是这个整个审议流程是需要改进的 第二个我要谈的是社会影响评估 社会影响评估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非用环境影响评估来想像 社会影响评估其实它非常的 你要说复杂也复杂 但是它有几个很重要的精神 第一个就是在地居民的参与 以及让他们有一定的程度的决策权利 第二个他们必须要充分的知情 这里的充分知情不是只有单单把资讯丢给他而已 我们必须要用他们的语言 在国外如果你今天是对原住民族的资讯公开 你甚至是要用原住民族的语言来告诉他说 今天我要来做的开发是什么 所以你在资讯的流通跟资讯的传达上面 你要考虑的是语言的内容 还有他们的理解程度 来做资讯公开的方式 让他们能够充分的知情 即使这样子做还不足 必须要透过一个申诉的管道跟资讯的机制 让他们不断的可以来反映说 到底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资讯来 但我在这个过程中不会被隐瞒 这是整个社会影响评估 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在地的居民 对于这个开发案是充分可以掌握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 我们现在的决策过程都是政府已经做好决策 我公布之后 我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服在地居民 接受这样子的开发手段 而不是一个透过由在地跟政府互动的方式 让这个计划能够被在地接受 以我们现在社子岛来说 在地反对这个开发手段的联储 目前我们所知已经到4000份了 社子岛也不过1万1000多人 可是现在已经有4成以上的民众是反对这个开发案 那这样子的计划 未来在推动跟执行上面 纵使它过了 它一定会面临到相当大的社会阻碍 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说 社会经济影响评估 这个制度必须在开发里面被弱实 让居民能够认为我在这个开发过程中 我才是真正的主体 但是我们现在每一个被开发的区域的民众 都认为自己是被宰治的那个课题 那其实这个也是反映着 我们到底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 那个人性尊严的保障的问题 第三个我想谈的问题是一个 征收补偿跟安置的问题 刚刚其实大家也有谈到居住权的保障 康老师也有提到说 居住权在现在两公约的保障下 居住权是相当重要 但我现在要谈的安置 其实不单单是居住权的安置 我们现在所有想象的 从我们过去在土地征收里面可以看到 补偿通常都是针对财产权的补偿 所以地主它是被补偿的第一个悠闲的现象 第二个居住权 安置其实要解决的第一个争议就是居住安置 居住安置不是解决财产权损失的问题 而是居住 而是这个人他能不能因为这个破迁情形 他得到一个被妥善照顾 让他不至于被破迁之后流离失所状况 可是安置不是只有居住的问题 我们还要谈第二个安置叫做经济安置 我以现在云林离安风气发电的案子来为例 现在他们的风场盖在渔民的渔场上面 他其实没有破迁 但是他造成这些渔民们未来的生活的空间 他们所利用的这片土地 他是被迫要离开这个渔场到别的地方生存 他找得到其他渔场 这个叫做经济破迁 经济破迁在社子岛 在航空城 在这个变更主东镇的特定计划区 都有一样的问题 发生在什么地方 发生在电农 物农的居民们 如果一旦我的经济生活 跟这个土地是息息相关的 今天这个土地被剥夺了 我不是居住权被剥夺 我是工作权 我的生计被剥夺 所以生计的剥夺 这个安置的问题 也是同样要被注意到的 所以其实现在两公约里面 谈安置其实不是只有居住安置的问题 经济安置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我们在社子岛 在变更主东镇的特定计划区里面 我们看不到一级产业的安置问题 我们看到的都是工厂如何处理 可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工厂处理 其实非常的空洞 他讲的就是我们会给予就业辅导 我们会给予签厂的协助 但是怎么协助 问未来他们有没有真的有地方去 不知道 所有问题都是不知道 那最后我想讲一个故事 做一个结尾 甚至少有几个阿嬷 其实我们在平常的聊天里面 就会知道他们的状况 他们都是在地的独居老人 那甚至有一个阿嬷 他还要照顾他的身杖和先生 他是靠在地务农为生 然后他要务农来赚钱养他的身杖和先生 他们也就那么一块小小的地 上面有一个就是长期以来 本来就住在那边的木板屋 可能原先他还是合法 但是不断的改建之后会变成为建 这个在社子岛的状况是非常频繁的 那这样子的独居老人跟阿嬷 他们现在住在社子岛 其实因为左右邻居都非常的知道彼此的状况 所以邻力之间会吼雄叫勾 互相照顾 但是一旦这个开发案开发下去 第一个他们未来没办法撑租安置住宅 第二个以他们的经济能力 要租也付不起住金 第三个那他们到底要怎么办 依照还说书里面的评定 他们要迁移到其他的城市 那迁移到其他的城市 到底有没有办法让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实际可以居住的地方 不知道 那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 在整个社会影响评估 在整个安置 在整个征收的过程中 我们面对这些实际上发生的情况 我们不是用统计学的统计数字 在来看这件事情 有很多实际上面的事情 不是你统计学可以统计出来的 所以社会影响评估调查里面 很多是透过人类学的 社会学的学者 他们去做非常多直性的研究 来反映在地真实的状况 可是这个部分 在我们现在的缓评 在我们现在的整个评估里面 这样子的风险完全是被忽略的 那我想问这些阿妈未来怎么办 这些长辈未来怎么办 甚至到有高达百分之 这个四成以上 都是收入在八十万 年收入在八十万元以上的居民 那这些人怎么办 为什么他们会站出来反抗 那我想这是我们未来 不管是哪一个开发案 都同样会遇到的问题 这也是区段征收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 整个区段征收 在对于造成在地冲突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时 我们会希望这样子的制度 不要再继续在我们的法治里面存在 以上